而另一个大打遵送牌的呢 就是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 而他一样是行程跑个不停 不过前一天 柯文哲帮清明党的市议员站台 原本以为可以借这个机会 见到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但是因为宋楚瑜迟到 他让柯文哲又要赶场 所以两个人是同场 但却不同台 不过柯文哲他强调 会继续的寻求宋主席的支持 重心往前 重心往前打 往前打 怎么前进 怎么转弯 柯文哲表情有点僵硬 出席造势场合 配合市议员提倡环保 还得会骑赛格威 处女秀有点紧张 太可怕了 这也没有跟我讲 要上下期那个 太好的运动神经没有很差 现在跑竞选活动你知道 真的要18班5亿 要选市长不只得18班5亿 还要拥有铁打的身体 12小时之内 柯P要出席12场活动 从台北跑到新北 不过就有选民抱怨 单场出席时间实在太短 每个点我们尽量停留最长的时间 但是还是要赶路 也不能迟到 我想是这样 这只能说尽量 所以我们 我说选举只有两个原则 心存善恋 尽力而为 最后 谢谢 清晨干干干 选民都还没看够 只待十分钟就匆匆离去 而前一天 邦清明党市议员站台 但主角不仅没在身边 让柯文哲唱独角戏 连原先安排同台的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也没见着 实在好尴尬 难免要照顾所有人他会不方便 我是觉得这样 就给人家方便就好 所以对我来讲我是克水主便 所以争取最大的善意 争取多一个朋友 比多一个敌人好 这样就好了 是精心安排 但还是巧妙避开 年底市长选战 宋主席到底挺谁 一天不表态 客吻者只能继续拉拢橘色力量 争取最大支持 有点提供蓝森刘萱新北市报道